不要去阴邪恐怖的地方 或是醫院坟地的地方 這些基因的地方啊 在我們傳統中認為 容易會碰到不好的東西 而導致你生病 所以在端午節這一天啊 更要避免去這些地方 尤其是如果你有不滿周歲的小孩 更不要去這些地方 今天就要到了 分享了不少的開運祕法給各位 今天來分享端午節的10個禁忌 讓大家過節的時候啊 開心不犯境界 避免開運不懲罰 二運連連 禁忌一就是不要去游泳 端午節這天啊 既游泳 尤其忌會到曾經 發生過事情的地方游泳 因為當年屈原的時候 就是在這天啊 頭江自我了結 所以這天啊 不建議去河邊西邊海邊游泳 尤其是端午節那一天啊 是水鬼最兇 要早替身還揚的日子 所以這天啊不建議去 水邊游泳 禁忌二 禁吃娘家的種子 其實端午節會有讓 回娘家躲避災厄的習俗 但是千萬不要 回娘家吃娘家的種子 吃了的話 娘家的運勢會被你吃掉 因為以前物資比較匮乏 常常吃不暖穿不飽 所以在端午節的時候 回娘家吃種子 會變成娘家經濟壓力 後來就演變成嫁出去的女兒啊 不要回娘家吃種子 一方面是防止娘家生活越來越差 另外一方面避免吃掉 娘家的福氣 而影響到娘家氣運跟好運 禁忌三 請不要招惹五毒 五毒分別是蝎子 蜈蜈蚣 蜘蛛蚤跟蛇 在端午節這一天的時候啊 中午溫度極高將潮濕 會讓五毒啊傾潮而出 這時候五毒都剛出土 所以毒性特別大 所以千萬如果看見這些五毒之後 要趕快離開 不要去玩他們 不要拿木棒去叼他們 禁忌四 不要去陰邪恐怖的地方 或是醫院墳地的地方 這些基因的地方啊 在我們傳統中認為 容易會碰到不好的東西 而導致你生病 所以在端午節這一天啊 更要避免去這些地方 尤其是如果你有不滿周歲的小孩 更不要去這些地方 因為五月啊 其實是獨月 去這些地方容易會有災禍降臨 禁忌五啊 在這一天端午節很多人都會戴香包 那傳說中如果小孩戴香包 不能丟 如果丟四的話 會是不好的兆頭 所以一定要記得哦 禁忌六 不要穿紅色的衣服 端午節啊 最初其實是驅趕瘟疫的節日啊 後面變成 祭祖先跟紀念先賢者的節日 在這一天啊 屈原就頭僵了嘛 所以端午節就變成祭拜屈原的節日 所以不管是拜祖先還是拜屈原 人們我們的心都是要有一個悲痛的心 所以不適合穿著大紅大紙 禁忌期 在這一天啊 請不要做防釋 因為在端午節這時候為五毒的這個毒月 毒氣功聲邪氣旺盛 又傳說中天地交態之日不適合叫歡 所以這一天啊 不建議進行防釋 否則會影響到你的身心的能量 容易產生毒素而傷身哦 禁忌八 不要殺生 在端午節這天 傳統是拜神祭祖的避邪的日子啊 所以這種傳統節日 很多人都喜歡放生祈福 所以在這一天請避免去殺生 避免破壞節日的吉祥能量 而沾血也是不吉利的哦 禁忌九 不要剪頭髮 在端午節祭禮法 因為有一些地方民俗認為 端午節剪頭髮鬼怪就會來剪頭 還會把剪掉頭髮 把人咔掉 再包成肉粽吃掉 所以非常恐怖 其實是因為有一隻小孩子啊 頭頂的這頂屑啊 還沒有完全閉合 在端午節的時候風邪比較多 在這一時候剪頭髮容易會被外邪傾擾 所以不建議剪頭髮啦 禁忌時上山遊玩 五月這時候端午節的時候 陽氣旺盛 毒物百毒都出來了 所以在端午節就俗勝毒月的時候 沒事不要去山上玩 不然很容易會遇到一些毒蟲 五毒的侵害 所以以上十個禁忌給大家做參考 了解我的意思嗎 關注程訊息老師 讓你時刻保持好運勢哦